怎麼這麼巧啊 5月20號人家巴西 已經爆發情流感 你遲到6月28號 你才宣布 而且呢也告訴大家 你如果裝機裝船呢 都不會再限制 秀出蓋有時任農委會主委的 陳吉仲觀音公文 超私從巴西進口雞蛋 立委卻質疑5月底已是疫區 台灣卻足足晚了一個月才公布 期間任由超私大量進口雞蛋 公文上還特別押上這一句 公告生效日期前 已裝船產品不在此線 其中有毛膩 農業部長陳吉仲還誇口 當初就是靠超私 把巴西原本要賣給日本的雞蛋 搶到台灣 但在野黨翻出路透報導 發現當時日本已將巴西列為疫區 要求農業部立即公布超私合約 以照公信 農業部他們跟超私的超完美配合 日本政府他去把巴西的兩個州 他列為是所謂的 有禽流感的疫區之後 禁止進口他所生產的雞肉以及雞蛋 進來的這些畜牧場 前28天都沒有任何的禽流感 沒有專業而且故意炒作的 這樣的一個是在嚴重打擊我們 陳吉仲更鬆口 當時還有廠商報價過高 最後才拍板選擇超私 有兩家從巴西要進口雞蛋 跟我們通報的道案價格 遠高於超私 看到有人用發財者 載著要賣蛋 才是黨人財路 後續所演發的攻擊效應 對此超私聲明表示 都依規定條件參與專案 當初全力尋找蛋源 疏解蛋荒 反而從了眾矢之地 遭外界誤解公審 實在令人痛心難過 第五新聞綜合報導